學佛的基礎 也是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降伏起心 修行在修心 就是修這個心 我們說修行在修心 就是這個 攀緣心 意識心 妄想心 煩惱心 分別心 就這一個 凡伏的心 修心的重點事實上就是降伏 那怎麼降伏 我說在第四品講 妙行 怎樣 第四品品名是什麼 妙行 什麼 無助 所以 修行 最 高妙的修行 最高的修行 就這個一開始佛就跟你講 無助 所以 怎麼無助 我們都住在色身 香味 觸法 所以修行 一開始你叫走對路 修行 修行 就是讓我們 從 色身 香味 觸法 處理 那什麼是色身 香味觸法 色身香味觸法 就是我們所面對的 一切外境 那什麼是一切外境 一切外境 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每天面對的人 是 物 所以 一個層 一層一層一層 把你拉到 現在這個當下 你當下所面對的人事物 我們 凡夫都綁在這些人事物上 無時 無刻 從古 到今 不管你身在何處 不管你幾歲 不管你前身後世 我們都是綁在人事物上 無時無刻 所以 修行就是開始 出離 我們 不是 不是不要人事物 我剛剛 第一堂課就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 很多人 對出離心的誤解 是出離人 就是出離人事物 讓人事物是讓你看到你的這顆心 是出離這顆心 所以才是降伏其心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盲點 學佛最大的盲點 所以 第四瓶 妙行無助分 我們就是從 不住色布施 不住身香味觸法布施 要不住與相 布施我們有因緣在講 會講布施也是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但是我們現在先講無助 然後 因無所助 因為這是 六主 之所以證悟的地方 六主可以從這裡證悟 我們也可以 真的還不是這裡 在後面 因無所助而生其心 但是這裡是第一個 無助出現的地方 不住 不住哪裡 不住色身香味觸法 那我用白話跟大家講 就是 不要被 被人事物所綁住 你就修這個 不被任 不被任何 因為一切 一切 不被任何的人事物所綁住 這個就是 你修行 所要用心之處 有關於這一點 你有在這上面用心 用到心 你才是有所謂的修行 那有在這上面用心 你自然 有用心 你就會有收穫 這些收穫 就是 帶領你 解脫的功德 因為 你慢慢 不被人事物綁 你就是慢慢走向 解脫之路 有一天 你能夠完全 不被人事物綁 你就是完全解脫 道理 應該很簡單吧 我們 會有苦 會有腦 就是被某些 人事物所綁住 當任何人事物 沒有一件人事物 能綁得了你的時候 你就是解脫者 這種 定義應該很明確 很簡單 而且 很 直接 了當 這個叫解脫者 這是由金剛精來的 所以 能夠 這樣做 你的功德 不可思量 東西方虛空 都不可思量 所以 能夠 這樣的修行 你的功德 不可思量 他不可思量的程度 就是 他可以帶領你 不是只有阿羅漢 他可以帶領你 成佛 然後 接下來 第五品 第五品 品名是甚麼 品名是甚麼 如 如理 實見 實見 就是 見到實將 你如果如這個道理去行 你就會慢慢的 見到 諸法 實相 那甚麼是實相 第八頁的 最後 一段 第二行 倒數第二行 佛告虛不提 怎麼樣 這個 你現在能夠體會嗎 實際上就是這樣 你如果 見到如來 不管你夢到 夢中見到還是定中見到還是你現在看到我那種雲很像如來 這個都是虛 但是我們反骨 都當作真實 哇很神聖看到 佛來了很神聖 這個都是 宗教層面的信仰 沒有 入法 入法就是你在這裡不管是色身 相 香味觸法 你都能夠 看到 能夠 從心底很清楚 他是虛妄 所以凡所有像 所有喔 重點都是所有 不是 所有的像都是虛妄 只有佛像不是 所有像 這些所有像 包括了 色 深 香 味 觸法 我們所謂的感應 補壞屋 色 你看到 深 你聽到 香 哇 我聞到彈香味 佛菩薩來了 味 觸 我們所有像補壞屋這些 而這些 都會成為你的影像 所以 你能夠清楚 凡所有像 皆是虛妄 能夠 那什麼叫凡所有像皆是虛妄 若見諸像 非像 則見如然 怎麼講 我舉例 你有沒有看到耳朵 有沒有 這個耳朵有沒有 你有看到耳朵 我看到的是沒有耳朵的 請問你看得對還是我看得對 都對 所以我說沒有耳朵是對 凡所有像 皆是虛妄 你要先能夠接受 因為 你接受的像是你看到的像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你能把你看到的像放下 你才能夠接近真實 你能夠把你的像放下 你就可以 聽我所 我所看到的像 你才可以 接納別人所看到的像 他會這樣 看 會這樣想 一定有因有緣 我們只是 礙於自己的地場 礙於自己的因緣 所看到的某一面 但是我們反覆都是 見以為實 親而所見 親而親眼所見 親而所聞 為實 這我們反覆 學佛法 就是把你認為的 真實 能夠放下 這個叫做若見 珠像 我看到這個像 非像 不被這個像綁 你就可以 接近實像 你就可以廣納 所以一定是有眾生 你要見到史像 一定有眾生 接納眾生 含 心 包 太虛 能夠從 你這個身心 能夠 處理出來 不然我們都是被我們這個身心所綁住 所以我們說心包太虛 我們 能夠理解這個意義 但是完全沒辦法體會 因為我們 都是 被這個身心所侷限 對不對 所有人都是這樣 所以金剛經 你看他的重點 從剛到現在都是一樣 就是讓你 處理 處理 所有色身相位 出法的執著 而這個執著 實際上指的是你的心 因為 這個像 如果 沒有你的 根 沒有所謂這個像 沒有你的心 也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知道 所以要知道 一定不擬你的身 跟心 所以我們都被身跟心所綁 所以學佛的重點 從來都只有自己 能夠處理 能夠處理 我身心的像 這樣清楚嗎 不是外界的問題 一定有外界 我們要知道 一定是 四 就是意識心 四 根 成 這個叫做 六根 六成 六四 叫做十八界 我們的生命就在這十八界裡 這十八界就是 就是 局限我們的 但是 我的十八界跟我的十八界是不一樣的 雖然同在 境界裡 我們所看 我們所感受的都不一樣 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現在講一句話 每個人的感受 都不見得相同 這裡有一個人 我們每個人對他的觀念會一樣嗎 這一個人 同時間 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 就是現在 當下這個人 我們看到他 每個人對他的 看法 觀念會一樣嗎 都不一樣 那哪一個才是真的他 哪一個才是真的他 即使他 他自己認為的他自己都不是真的 能夠體會嗎 所以重點 不在於 別人所見 重點在於 你的所見 你要能夠放得下 那我們都是 我對 你錯 我們都是站在這個立場 在看世界 所以要看到十項 你就是要 不住色身相慰觸發 你能夠不住色身相慰觸發 第一個 你進入的境界就是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你會慢慢的 朝這個方向去體會 所以若見諸相非相 即見如來 所以 聽到這裡 你要是還能夠聽得下去 那你不簡單 是不是這樣 你要是還能夠聽得下去 你就不簡單 這不是我講 這是佛講的 佛說 如果有終生 第六品 正信息有分 世尊 婆有眾生 得聞 如是言說 張句 生時信佛 你能夠信嗎 佛陀講說 莫作詩收 母來媚厚 後百歲有 直接教復者 於是張句 人生信心 一時為時 當至世人 怎樣 不予 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而重上根 亦於 無量千萬佛 所重出上根 這是累世的上根 你才能夠聽到這種張句 你能夠 相信他 你能夠相信這 這個句子 是要你不要相信自己 是不是 是不是 是要你不要相信自己 你這樣你能夠聽得下去 你不簡單 叫你不要相信自己 不要被自己騙了 所以說金剛經 稀有難得 能夠 契律的真的是不簡單 他不由宗教層面契律 他直接由死相契律 我們一般都是由宗教層面 讓你慢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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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提升 一般都這樣 但是 你不一定能夠提得升 因為你有可能中間 某個 某個你的觀念卡住 金剛經直接就跟你講 你所有的觀念 你都不要被拔 在你學佛的過程 不管你現在是初級學佛 還是已經 過了初級班到了高級班 過了小學到了中學到了大學到了研究所到了博士 但是 你都不要被自己騙 所有項 我強調的是所有 不是我現在的 我現在 現在的不對 我現在的 我現在的是虛妄 因為我有打坐 我有看到佛 我看到那個打坐看到才真的 所以 所以 因為我看到真的 所以我能夠放下這個假的 我們一般的過程是這樣 你藉由某個東西 來放下現在的東西 但是你雖然放下現在的東西 你又被某個東西綁 這就是我們學佛的過程 很難 所以金剛金從一開始就讓你知道 這些都只是過程 所有 都是虛妄 都不要被綁 他都是過程 你都要經過 你要乘伯 走這條菩提道 這些你都會經過 但是這些 都是虛妄 你才能夠上得去 你要是中間有個被 被綁住 你就卡在那裡 那個就跟我們現在被綁住一樣 一樣的意思 所以 祖師大德講 我們修行人常常 好不容易從這個井 這個井我們在井中之蛙 從這個井跳出來又跳入另外一個井 我們都是這樣 所以 學習的過程你要很清楚 我們一定要練功 你沒有功你心沒有力 心就是浮動的 你要練功讓心能夠安住 但是那是練功 練功的目的 是要讓你 降 福 其心 這個才是目的 所以到這裡講的 都還是外境的色身相會觸法 然後 這一瓶的 最後一句 第10頁 第6行 如等比丘 知我說法 怎麼樣 如法御者 法上陰捨 何況非法 這個 這個就是 要進入 第2個層次 第2個層次 是降伏其心 為主要核心 但是你要降伏其心 你一定要有方法安住 對不對 你要靠 不管什麼法 念佛也好 禪修也好 持咒也好 練鋼琴也好 煮菜也好 你就要安住 你一定要有方法安住 我在煮菜的當下 我安住他 你就要培養心的定力 心 定力由安住來 那什麼是定 定的 定力的定義 就是你心不隨靜轉 叫做定 你會安住在方法上 所有 外境 他 你不跟著他轉 一開始 你雖然 可能會受到 暫時受到干擾 但是你馬上拉回來 馬上拉回來 馬上拉回來 慢慢的 你定力越來越強 你就越來越不受干擾 到 後面 就完全不受干擾 當你完全不受干擾的時候 你就相應的 凡所有 量界是虛妄 所以你不受干擾 是不是這樣 這個過程 聽得懂嗎 這個就是 你修行的過程 這都要經過 一開始 你一定會被像 干擾到 該貪心你會貪心 該撐心你會撐心 因為吸氣沒辦法 但是因為你有方法 你已經知道了 修行的重心就在降伏其心 所以 你被干擾到了 你拉的回來 你拉的回來 所以 你能夠一次一次拉回來 這個就類似我們在鍛鍊身體 我們是要一次一次的 鍛鍊 你一定要經過這個過程 然後有一公斤 兩公斤 三公斤 慢慢你就可以聚息 10公斤 這個 這個過程 所以慢慢的你的定力會加強 你的定力加強 慢慢的你就能夠 從 這個境界裡面 色身相會觸法的束縛裡面 慢慢的 不被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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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來 完全 不會被他影響 你既然不被他影響 你就能夠相應 凡所有相 皆是虛亡 所以這是一步一步的過程 但是你要走這條路你才會有 你沒有走這條路你永遠不會有 如果你很用心在方法上 但是你沒有去拉回來拉回來 你方法越來越熟悉 好像你能夠安得住 好像 但是你不是 以 降伏其心為主要 你只是 在方法上越來越熟悉 越來越熟悉 熟悉就會讓你覺得很安住 但是那是假象 因為 只要 大的境界一來 你馬上又被抓去了 因為你沒有在這上面用心 這樣清楚他的差別嗎 我們 很多的 學佛人 修行人 被這個盲點綁住 在方法上用心 而不在降伏其心上用心 所以 當這個過程之後 慢慢的 你要很清楚 重點 是 向伏其心 向伏其心 佛所說法 只是這個法 讓你用的工具 你渡核的工具 讓我們有 此案 此案就是我們的世間 色身相味觸法 都是實實在在的 世間 這是此案 慢慢的度過 彼岸 彼岸 就是涅槃 就是實相 所有 相 皆是 虛妄 你能夠體會到這一點 你就從此案度過彼岸 這樣明不明確 佛在金剛才講的 真的是一條 明明的大道 讓你很清清楚楚 你要是懂了 你對修行 就很 恍然大悟 不會 不會迷於那些 我們說 我的法門最好 你不會迷於這些 沒有什麼法門最好 有什麼法門可以讓你 己身身佛當下身佛 那個都是匡辯你的 你如果不在 降伏其心上用心 你只在法門上用心 法門用心是需要的 對不對 你要安住 那是需要用心的 因為我們 一般來講我們心是按不住的 所以你要 用心安住安住 但是安住不是目的 安住是方法 降伏其心才是目的 要搞清楚 所以 第七品 第七品 品名是什麼 無德無說 所以 即使到了佛 要成佛 要成佛 一定要得 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法 但是佛跟你講 他無德 因為 即使是所謂的 阿尿多羅三秒三菩提法 也是 如等比丘 知我說法 如 法 喻 也是一個法 你不要 你不要把這一個 當作你的目的 那就搞錯目標了 這樣清楚嗎 所以 佛陀 如果你說佛有說法 你就是放佛 你不了解佛說的意思 所有的法 都是讓你 度和用 所以 是法 平等 無有 高下 所以 在這一品 最後一句 一切 賢盛 皆依 什麼 無違法 而有差別 什麼叫無違法 無違法就是 有違法 自義上來講 無違法就是相對於 有違法 而說 有違法就是有所作為 你練功一定有所作為 對不對 你練鋼琴 用心練 用心練就會彈得 出神 入化 是不是這樣 你 用心 你走鋼琢 你都可以走得 如履平地 可不可以 有沒有重人 有 但是即使他在出神入化 都是有違法 他會 讓你看得到他的進步 這個叫有違法 有所作為 佛法也是一樣 你認真 唸習 打坐 我剛剛講 找我一起背金鋼琴 那一位師兄 他 他 他的腿有 有什麼 壓 壓什麼掌 他是沒辦法蹲的 他蹲起來就會倒 所以他沒辦法蹲 所以 他 打坐一開始 他打坐 兩號腿是完全沒辦法 不要說雙盤 單盤 三盤都沒辦法 他腿是這樣子的 要這樣翹的 得到後來 後來 練到雙盤 可以做一個小時以上 所以只要你有用心 你就會有所作為 這叫有違法 那什麼是無違法 無違法就是 不求有所作為 你的目的 不求得什麼 就是相扶其心而已 你在相扶其心上用心 你沒有得到什麼 什麼都沒得到 只是越來越不會被 色身相位處罰綁住 越來越能夠出離這個境界 越來越不被綁 所以那個叫做無違法 這樣能夠清楚嗎 能夠清楚嗎 你用心用功 但是不被用功罰 你的重點不在於用 不在於這個功 能夠得到什麼 你的用點 重點就在於相扶其心 相扶其心 不被外境綁 不被外境綁 其實是不被 自己的內心綁 是相扶其心 相扶我見 我慢 我吃 我愛 相扶我 直到你無我 直到你無我 這個叫無違法 你外表看不出來 他有什麼作為 但是他就是越來越輕鬆 越來越自在 越來越心無 掛愛 以無所得 何故 心無掛愛 無掛愛故 無有恐怖 遠離 顛倒 夢想 究竟 烈盤 就這個 這個叫無違法 什麼是顛倒夢想 所有的色身相為觸法 你認為他為實在 這個就是顛倒夢想 你能夠看到他是顛倒的 那你就是實在 你把他看作實在的 你就是顛倒 這樣聽得懂嗎 好像鬧孔令 你把色身相為觸法當作實在 你就是顛倒 你能夠看到色身相為觸法的虛妄 你就是看到實在 所以跟我們眾生 所以佛說我們眾生是顛倒眾生 就是這樣 完全顛倒 所以你要是體會到這個 你就知道 佛為什麼說我們是顛倒眾生 眾生顛倒 所以 下一品 依法出身 所有的諸佛菩薩 所有的佛法 都是從 此經出 在第12月 第三行 一切諸佛 及諸佛阿尿多羅 三秒三 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而 佛說這樣子的 再破你 但是虛佛提語 所謂佛法 極非 佛法 佛就是怕你 又聽了又把他當作 說的這個是真實 又被以某一個真實 這樣知道嗎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即使佛所說法 你聽了 你用心聽 你會不會有所得 會不會 會嘛 你沒有 無所得你就對不起我了 我那麼用心講 都無所得 你一定會有所得 但是這個所得你要知道 它是這過程 不就是 所以重點不是有所得 你只要用心就一定有所得 所以你的重點不在有所得 你的重點在無所得 這樣清楚嗎 這才是你的重點 但是無所得要不要用心 要 你說我不用心就無所得 此無所得 非彼無所得 所以 一樣 就是 練功還是 那個目標你要搞清楚 你用心 你一定會有所得 對不對 凡是用心就一定有所得 那是有違法 有所得 但是你的 你的重點不在於這個有所得 你的重點一直要放在無所得 無所得 你才放得下 不然你放不下 我那麼用心才學到的東西 你叫我放下 你當我神經病 那你當初就不要叫我做就好了 不是嗎 我們眾生就是這樣 叫你用心做用心做 你好不容易達到了 叫你放下 那個不重要 神經病 那你叫我做幹嘛 這就是他困難之處 所以你們要能夠聽得懂 能夠體會 那不簡單 不予欲佛惡佛善 知無佛惡善根 這個 為了 為了不執著 所以他不用心 為了不執著 所以他不珍惜 因為我們凡夫的用心跟 珍惜跟放下 是兩回事 對不對 因為珍惜的 你就越放不下 那要真的放下了 好 不管你了 你的死活 你家的事 以後我不管你了 這個叫放下 我們凡夫是這樣 佛法 是讓你很清楚 你要有為 世間 要有所成就 你一定要用心 我夫妻要好 我一定要珍惜 但是珍惜的同時 我是從此學習放下的 因為 你隨時會變心 你隨時可以變心 你要是 我們只有 500年的 姻緣 有一個1500年的姻緣 出現在你面前 你不變心也難 那不是你能夠決定的 那是累世的業力 換另外一個角度講 你有可能 有可能你隨時走 對不對 我珍惜你 不代表 你就不會走 這個走可能是生理 可能是死別 都可能 所以你很清楚 法真理你進去 因為姻緣 姻緣難得 因為他是無常的 隨時在變化 所以當下我一定珍惜 但是也是因為姻緣 姻緣無常 所以我當下也學習放下 我珍惜的同時是從此放下的 這樣清楚嗎 這對文凡夫 如果沒有 你沒有聽文佛法 你是不可能朝這個方向做的 因為對 對你來講 他是矛盾的 但是你學習佛法 你就是這樣學 所以佛法是無上甚深為妙法 你是這樣在學習的 而不是 我先學習放下 我先學習珍惜 當我學習 等我學習珍惜 珍惜會的時候 我再學習放下 但是當你珍惜 很珍惜了 你又放不下 所以有一天你要什麼時候放下 等到他對不起你 等到他 已經跟你 遠近了 好 算了 放下 以後你 你走你的陽光道 我走我的獨木橋 放下來就是彼此 不相干的 我們眾生是這樣子在看世間的 是不是這樣 沒有 沒有學佛法你絕對是這樣看世間的 所以當你學習佛法 你有了這個觀念 這是佛教我們的觀念 所以學習佛法 第一個你要有觀念 你沒有觀念你永遠不可能 因為你不會這樣做 你永遠不可能這樣做 即使你在學習佛法 也不是這樣在做 沒有路法 永遠學的都是有違法 世間法 那不是佛法 所以 談戀愛 用心談 我珍惜你 但是我隨時可以失去你 瀟灑 這種人人才會更愛你 你能夠同時 那不簡單 但是真的是可以這樣做的 只要你有這個觀念 你朝著這個方向走 你就會一步一步達到 走鋼索都有人可以達到的 這個有什麼難 所以 重點是這個 知見 這個知見是佛教導我們的 這才是佛法的殊勝之處 所以 世間法 沒有這種觀念 只有佛法有這種觀念 所以佛法是 無上 聖身為妙 所以 當你能夠這樣做 一步步做 走這條 解脫之道 你第一個 成果 第一個 你達到的 成果 這個叫做出國 修習佛法 在南傳 在我們 藏傳 在我們 阿寒心 我們說 最原始的 成果有 有四個成果 出國 俄國 三國 四國 你在南傳 他們講的就是這個 那什麼是出國 我說 這裡的定義 跟他們就有點不一樣 這裡 就是 實在在談 實在在談 破項在談 所以什麼是出國 下一品 一項 五項分 第九品 出國 出國 虛不第 與應和 出國叫做虛陀環 虛陀環若是念 我則虛陀環國 你能夠這樣想 我得到出國了嗎 你有這個我 又不是 你是從 我 我 我 你那個不是放下我 不是 不是在放下我 所以你還不是 所以虛不第 言佛也是孫 何以故 虛陀環 名為 名為什麼 陸流 虛陀環的意思叫做陸流 什麼是陸流 什麼叫陸流 陸流 意思叫做 意思是 你已經進入了聖者之流 流是個流向 你是個流向 你已經進入了聖者之流 從此之後你只要順流而下 順流而下 就很省力了 在出國之前 我們都是逆流 我們是逆聖者之流 我們是 順繁富之流 順我們的習氣 都在我們的習氣裡面 所以 你 沒有在 不懂得怎麼走 修行之路之前 我們都是習氣 習氣每個人不一樣 但是每個人都有習氣 但是習氣 每個人都不一樣 也沒有不一樣 每個人都不一樣 每個人都一樣 不是很矛盾 為什麼每個人都一樣 每個人都是被色身相會觸發綁住 對不對 沒有不一樣 每個都一樣 每個人 每個人都是被人事物所綁住 對不對 沒有不一樣 每個都一樣 所以 每個都不一樣 每個都一樣 這就是實相 每個人被綁的不一樣 是不是 有的人執著 有的人執著感情 有的人執著 金錢 有人執著詮釋 有的人 對感情很幫得下 有的人 對 金錢財務很幫得下 每個執著都不一樣 每個被綁都不一樣 但是每個都一樣 絕對離不開 人事物 沒有不同 所以凡富的心 佛都知道 都清楚 任每個人都一樣 都已經是被這個綁住 所以 我們凡夫 我們過的輕鬆 都是順 凡夫的習氣 你過的輕輕鬆鬆 所以 當你沒有遇到逆境 你過的輕輕鬆鬆 那無所謂修行 如果你的修行 還是輕輕鬆鬆 那你無所謂修行 因為他都沒有逆你的習氣 你 可能 法系打得很好 你學習法系可能就 很輕輕鬆鬆 別人 學不會 你一學就會 這個 無所謂修行 修行 是在你 沒辦法 很難 你願意去做 所以叫做難行 忍行 難忍 忍忍 你很難 是為什麼 是因為 是因為你 上輩子不用心 你這輩子很難 結果這輩子很難 你這輩子繼續不用心 你下輩子一樣難 你為什麼這輩子很輕鬆 因為上輩子你用心過 但是 你還有很多你很難的地方 但是我們都學 我們都希望 朝我們簡單的去做 難的 避而遠之 我們 眾生的習氣是這樣 所以修行 是要逆流 逆我們 習氣 你要順你的習氣 你生活很容易 你要逆你的習氣 那生活就不容易 其實不是生活容不容的問題 是你的習氣的問題 所以 一開始修行 簡單講 我們的順流就是 人事物 被色身相位處罰 綁住 這是我們的順流 我們沒有問題 這個不用學 你本來就這樣 你要學的是不被色身相位處罰綁住 這才是你要學的 這個叫逆流 這個就不容易很困難 所以一開始學你會 你很用心你會累 你是會累的 因為你要很用心 你才有可能逆流 一開始都是逆流 逆凡夫之流 一直到有一天你入了出國 你就入流 入聖者之流 你就開始 順流而下 你就會 比較輕鬆 到這個時候 你才會輕鬆 因為你已經 習慣於這樣子 已經習慣熟能生巧 你已經習慣這樣子 其實世間事本來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認為很簡單 世間沒有難易 難易是人 想出來的 難易是人 被設定出來的 什麼東西都是由難到易 都是這樣 你說我們 華人 拿筷子簡單 簡單 你叫一個西洋人 從來一輩子沒拿筷子來拿來看 怎麼拿都拿不好 因為他沒有練過 他沒有被難過 我以前小時候拿筷子 筷子還有拿正確不正確 對 被打 我阿姑都打 拿錯了 一開始拿一定是 交叉的嘛 對不對 一開始一定是這樣拿 我就被打 我現在拿得很標準 我現在 我現在拿筷子非常標準 我現在 很少看到這麼標準 因為大部分人都沒有被打 反正夾起來就好 所以世間沒有難易 是訓練過來的 我們現在 寫自己的名字很簡單 你叫外國人寫寫看 我們現在走路很簡單 走路你是跌跌撞撞爬過來的 每個人都這樣過來的 你要是沒有跌跌撞撞爬過來 你不會走 那個外國有那個狼人有沒有 狼養大的小孩 他是不會走的 他四肢很健全 但是他就 就是四肢跑 因為他從來沒有 這樣子過 所以世間沒有難易 難易是我們人 被限定而來的 連走鋼索都有人可以走了 如履平地 你看 那中國不知道哪一周 他們 一尾渡江 才在一個竹子上 對他來講 他們從小到大就這樣 所以很簡單 對他來講很簡單 你去走走看 所以不是難易的問題 是你清除 方向目標 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到達 世間法是這樣 佛法也是這樣 沒有二字 但是佛法的 困難點是 他不在 事項上 你不但要在事項上用心 你要練功 因為你沒有練功 你心就是不定的 就是一直在 攀緣的 你不但 要練功 但是 又不要被練功綁 這是困難之處 你要練功 又不要被練功綁 你的目的 不是練功 你的目的是 降伏其心 這個看不到的 看得到的 反而不是重點 看不到的 才是你的重點 他的難在這裡 所以是 無違法 所以 到第九品 就讓你很清楚 你 這樣子 練習 這樣子修行 你會到達的 果位 第一個 你就是不入 射身一向會出發 不但不住 已經不入了 不住 是不被綁住 我們因為習氣 所以 我們還是會被 人事物所帶走 但是這個時候 就是 不怕念起 只怕 訣詞 你被帶走了 你清楚 你被帶走了 拉回來 拉回來 不要被綁 不要被綁 一次一次的 相浮起心 相浮起心 在這過程裡面 你心就慢慢越來越有定力 心 慢慢就能夠不隨進轉 慢慢的 就能夠不被 色身相位觸犯 綁住 就能夠不被人事物綁住 心能夠慢慢的不隨進轉 一開始 本來 不可能不生氣 看到你就氣 你罵我 無緣無罵我 我會氣 但是 我知道 不要被綁 不要被綁 所以一開始 你有在身上沒有用心 你就會自然的 還是會生氣 但是你會看到 你的氣 本來會生一天的 剩半天 剩三小時 剩兩小時 一小時你就可以不氣了 慢慢的 10分鐘 止氣10分鐘 慢慢的止氣3分鐘 慢慢的 當下你就可以不氣 你在這邊訓練你自然就有這個過程 但是你要很清楚 你要是不清楚 你就會覺得 我怎麼還在生氣 我怎麼還會生氣 我還是會生氣 那修行對我沒有用 我沒有上根 你看到的就是一直生氣一直生氣 你沒有看到你的進步 雖然你還是會生氣 因為凡夫嘛 但是你會看到你的進步 就完全不一樣的觀點 完全不一樣 但是你用心 你懂得用心之後 你就會看得到的 這個叫做慧眼 別人看到的 你看到的是 你說不生氣還是會生氣啊 你修行對沒有用啊 學佛跟你沒有用啊 說不生氣還是每次都生氣啊 但是你沒有看到 你已經 這個氣 這個氣已經不長 氣已經變很短了 這個是過程 那後面 不露 不露色身相未觸法 露流 而無所露 這個 既然能夠不露 你就相應 一番所有相 皆是虛妄 你已經可以不露 你已經可以相應 他不是真實 他只是虛妄相 你就不露了 這樣清楚嗎 所以 一開始有不住 不住 不住 到後面 你就能夠不露 不露就是出國 不露就是出國 這個就是修行 修行的 過境 所以 再後來 這個就是第一個階段 降伏其心 到目前為止 這是第一個階段 應如是 降伏其心 而為了要降伏其心 你要有方法 你要心要安住在方法上 安住在方法的當下 你才能夠 不被色身相未觸法綁住 不被綁 你當下能夠拉回來那個當下就是不被綁 是不是這樣 能夠 拉回來的 所以你不要一開始就求你不露不可能 我們都是會露 會露 但是你不要被綁住 不要被綁住 綁住你的時間會越來越短越來越短越來越短 你要是 清楚你就看得到 你不清楚 你看得到 你看到就是 我明明不生氣啊 我要不露啊 不露啊 我每次都露 每次都露 學了10年的還在露 你看到是這樣 那你學佛 學佛一年佛在眼前 學佛三年佛在天邊 學佛十年佛就不見了 你看不到你的進步 這是過程 如果你有用心 你就看到你的過程是這樣 所以由不住到不入 然後下一個階段 就是莊嚴敬途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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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露